9月9日 张赫伦郎赫妍专场圆满结束 满坑满谷的观众 看到如今台上这么风趣幽默的郎赫妍 有谁会想到 他曾经是一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27高龄 被郭老师破格录取 才加入德云社 也是德云社唯一一位办过个人专场的捧根 被网友们称为于谦的接班人 你之前做什么职业的呀 我之前做计算机编程 你是哪个系统毕业的呀 我是北京工业大学毕业 你软件工程师吗 对 我考的软件工程师 郎赫妍本名郎晨 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在没有进德云社之前就已经月入过万 我一个月挣400块钱的人 人家都已经一个月挣4万了 但郎赫妍从小就比较喜欢相声取义 等到他有机会去实现梦想的时候 已经过了德云社的招生年龄 他自己也是听从老婆的劝说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报名了德云社的招生 就算不被录取 也算是了却了自己的心愿 没想到这一世也改变了郎赫妍的人生 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招生简章上 我已经超过这个应语届考试年龄 过30岁了 没有 还没到20 然后后来我就 反正就是彷徨 犹豫 后来我媳妇跟我说 你那么早就有媳妇了 我媳妇就说你去试试 你要不试你就老觉得郁闷 你试了成功了更好 没成功也无所谓 所以我说行 我就去试试去吧 郎赫妍作为一个理科学霸 在相声方面也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08年加入德云社 09年就开始正式登台演出 12年正式拜师郭德纲 16年5月 郭德纲就为他举办了个人捧跟专场 并命名为盐巴鼎 一个人为八个相声演员捧跟 因为有了张金山 姬鹤舞 陶阳的加入显得声势浩大 演出反响热烈 众所周知 捧跟举办专场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郎赫妍也是唯一一个捧跟举办专场的相声演员 你自己说的八个人一块怎么做 八个人一块 你自己说的八个人一块怎么做 八个人一块 原来高学历的捧跟都是在舞台上这么玩的 狼赫妍作为六队的队长夫人 郎赫妍作为六队的队长夫人 老话说 一山 不容二虎 那二山呢 二山不容四虎 二山得六啊 那三山呢 三山得九啊 三山 傻孩子 三山来迟啊 除了头脑灵活 郎赫妍的基本功也非常的扎实 一般传统的灌口已经难不到狼赫妍了 全球新的灌口直接信手拈来 看傻了一众网友 门将萨德西波 优鼠夫哈桑 后卫巴萨姆拉维布阿拉姆胡西 马赫迪阿里 阿布德卡利姆哈桑塔利克萨勒曼 中场阿布杜勒阿基兹哈特姆 阿西姆马迪波 埃哈迈德法蒂 埃哈迈德摩恩 卡利姆布利亚夫 萨利姆哈伊里 阿布杜拉哈拉克 前锋哈桑海多斯 阿克拉姆阿菲夫 要说最惊艳的还是大黄的舞姿 一个将近200斤的胖子 在舞台上灵活的跳舞 不但惊呆了一众观众 就连师兄弟们都看傻眼了 乍一看狼鹤岩可能不会吸引到你 但细看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没有出彩的外表 但却拥有着足够的内涵 不但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还是个没有水分的学霸 因此赢得了许多网友的喜欢 除此之外 狼鹤岩也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 平时要是没有活动的话 是很难找到他的 没有演出的时候 就回家做家务买菜做饭 然后陪着自己的儿子踢球 轰轰女儿 妥妥的人生赢家 都说虎父无犬子 狼鹤岩的儿子 在狼鹤岩的影响下 也非常的喜欢足球 从小就被送到了专门的学校进行学习 可以说是科班出身 在进入专业队伍之后 狼子珍表现也是非常棒的 帮助球队赢得了比赛 还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前几日 狼鹤岩还专门为儿子晒图 庆祝胜利 儿子狼子珍优秀 狼鹤岩的女儿也非常棒 年前狼鹤岩晒出了女儿和同学一起 参加北京春晚的录制 看到狼鹤岩全程陪同 大家也感受到了狼鹤岩对女儿的宠爱 狼鹤岩也会经常的在社交平台 晒出与家人的互动视频 让大家感受到了狼鹤岩一家的快乐幸福 从放弃高薪职业选择德云社 到如今成为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儿女双全家庭幸福 狼鹤岩可以说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你们觉得呢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